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我们每周五的时间 这边在我们的第一单元来 由我主持人Nanel跟Will老师 一起来在跟大家线上的来解盘 回顾这一整周 整个美股市场的一个走势 Will老师 所以其实这星期 整个美股市场的走势 可以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那本来以为会跌 但结果又是涨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周从周一开始 这个让我们非常惊奇的一周 周一有在科技股带领市场翻盘之后 股票市场是小幅的上涨 那道指最终收涨26点 收在23749点 标普500是收涨0.4个百分点 收在2842点 那纳斯达克涨幅比较大 是收涨1.2个百分点 收在8710点 那蓝筹科技股是贡献了 纳斯达克指数大部分的一个涨幅 包括像是微软Netflix 都涨了将近3% 而像是苹果Fastbook 也都上涨超过1% 那问老师周一呢 我们看到市场上在消化 我们的股神巴菲特 他在周末呢 自己召开了这个线上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东会 他也表示他抛售了持有的航空股 那因此呢 造成航空股在周一也大跌 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呢 股价都下跌超过5个百分点 问老师你一直是巴菲特信徒 怎么来看巴菲特的这些动作 我们知道啊 就是巴菲特老先生 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这个投资一个特征 就是他一定投资的是自己了解 且确定性的东西 他能看到这个东西的确定性的趋势 才可以 这次疫情呢 像这在这次会议上 巴菲特也坦诚 这次疫情他完全想不到 但是甚至都跟大家说了 就说你们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你们知道多少 我也就知道多少 我也没有多知道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知道这个航空业的这个前景 你说疫情什么时候能够解封 解封之后多长时间 他们这个疫情能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那么未来呢 这个航空业的 比如说他们的破产风险有多大 需要多少钱能够恢复 这一点巴菲特自己觉得也无法把控 因此的话呢 根据他自己的原则 追寻确定性 你现在 航空5的地方的前景的明显是不确定了 所以说呢 他也就不敢再去追逐这样的一个风险 而且呢巴菲特一口气呢还提了像什么酒店啊 旅游啊 这类的受到疫情影响的呢 他都不确定 他也都不太感动 是 所以呢 像巴菲特自己都出场了 也因此呢 让投资人的信心呢 有稍微受到的影响 哎这边也跟我们的投资人来分享一下 其实三年前 我们中文投资长 当时温老师有派我们团队 也到了巴菲特的股东大会现场 如果呢 大家想回看的话 就搜寻以前三年前的美洲华尔街 因为我前几天呢 在巴菲特这个股东会又开始的时候 哎我的手机提醒我 三年前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现场 有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消息 最头正有兴趣 可以回放我们过去的 在巴菲特股东大会现场的一首报道 包括温老师 布任老师 当时都在现场及时的来解说 真的是非常精彩 非常好回忆 希望明年 大家还可以再重新回到 这个巴菲特的现场 那再继续我们看到周二 整个美股市场受到美国经济 可能重新开始启动 这个利好消息的提振 也迎来了全面的上涨 不过周二的收盘之前呢 美联储的副主席 那个Clarida 他在CNBC节目上表示 美国经济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 也让市场从高点稍微回落 那不过呢 油价也是周二的一个焦点 他从底部反弹 是连续五个交易日的连涨上涨 超过20个百分点 那因此五月整个原油价格 涨幅到达了30个百分点 那另外呢 周二比较经济面的 民生面的消息 就是各州的经济计划 重新启动开始 像加州表示 他们今天开始 像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是周五 加州有一些营业母亲节 像花店 音乐用品店 体育用品店等等 都已经开张了 那纽约州的州长也表示呢 他们现在整个的出入人数 和疫情新增人数都下滑 最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那这是周二带来的一些 民生面的一个消息 继续呢 周三我们看到 道指标普都迎来了 三个交易日来首次下跌 但是三大指数涨年不一 当天只有纳斯达克上涨 0.7个百分点 主要还是靠科技篮球股价 Facebook Netflix Amazon 苹果上涨 对 那周三行情比较平淡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周四 我报完之后来跟请教一下 威尔老师 周四呢 是三大指数 短暂下跌之后 马上迎来反弹 道指标普 两个指数 2020年的回报率 还是在负10个百分点 但是纳斯达克 在本周四上涨 1.4个百分点之后呢 已经抹去了 2020年的全部跌幅 现在纳斯达克 是接近9000点的大关 那因此呢 带领整个市场拉升的 仍然是科技蓝筹股指数 那像是 在周四呢 又有一些比较突破的 性的消息 就是像MGM Resort 还有Hilton 都是大涨 像邮轮公司也上涨了 似乎是搭局了 开始疫情慢慢好转 是这些行业都要回复 那另外周四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就是美国上周申请的 失业救济补助金的人数 是317万 目前呢 这七周的失业人口总和达到 3350万人 也就是说美国每五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失业 不过呢 这第七周的这个数据 也是这七周以来的一个最低值 问老师 是不是一连串的一些正面的消息 难道我们这个整个新冠疫情 这边就结束了 那如果在做空的朋友 是不是真的要死心了 美国现在就是已经要恢复了 然后接下来 一系列的一个反弹即将开始 这个呢 我们要分开看 如果说咱们从这个医学 或者说从疫情控制角度上来讲 说这个时候说美国已经结束 这明显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美国呢 并没有出现数字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拐点 这个每天的这个确认人数 仍然是在两万以上 这个还是比较重 但是经济上面的话呢 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重新 或者恢复的动作 然后呢 无论是政府出于选票的原因 还是说美国民众啊 他缺乏储蓄低抗风险能力的这样的因素 经济重开之后呢 确实给了市场足够向上的信心 甚至包括像今天时候 刚刚我还在看到一条消息 讲到了苹果 他部分周的这个门店已经重开了 所以说的话呢 这种乔下呢 对市场呢 是个比较强的刺激 而且呢 我个人是比较重视苹果 他们的这样的走势 因为这些呢 都是重要的成分股 他们在这个周二周三 尾盘都出现下跌乔下 苹果在这个时候呢 起到了非常核心的撑盘作用 直接呢 让市场呢形成了一个重新回工向上动力 你像今天新的这个消息发布 说苹果说 我的门店也要重新开了 这一下的话 就把大盘呢 又推上了一层楼 那么这样的话 标普如果能够占到的2950以上 我觉得在之后啊 进一步上工3000 甚至更高的位置 其实呢 也是顺理成章 那个事情 是 所以现在呢 是不是这种做空的这个行情 越来越做不下去 现在就是市场 一直往正面的方向走 是做空的这个行情呢 是目前来说呢 是有点逆势操作 非常非常困难 就我自己也好 我还有说 咱们从医师讨论也好的话 都认为啊 指数呢 是有可能跑到3000 甚至3100点附近的位置 所以综合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网上还有100点 甚至还有200点的一个上涨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是说 我们再要坚持做空 那么对空头来说呢 压力呢 是比较大 是的 了解 所以呢 就像我们老师上周一直提到 标普要做出方向性的选择 这周的泰师看来 这个方向性选择 是比较偏往上走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继续看到 周五最新的这个大盘 就是美国 今天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美国劳工部 公布了4月份的 非农就业人口数据 是减少了2050万人 虽然是说创下史上 最差的一个表现 但是呢 比预估 市场预估的一个 2200万人 还是比较少的 那失业率是达到14.7% 那尽管呢 非农这人口数据 是创下历史最差记录 但是市场认为呢 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过去了 那就像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现在的市场呢 这个正面的消息 不断的出现 大盘也反映出来 因此周五早盘呢 是上涨的大涨 那我们现在尾盘呢 收盘 为了老师为最后为大家 在这一周做一个总结 真是一个惊奇的一周 原来以为会跌 结果是涨 这个确实是跌荡起伏 尤其是在周末 巴菲特老先生 给出这么强 这个看空信号的情况下 指数呢 我们从周线上看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 一根阳线 上周之所以我们认为会跌啊 是因为我们看周线 先是有下影线 然后有上影线 这样的话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 反复震荡的行情 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是这个 调整的信号出来了 尤其是大家看这里 在这也是有这样的 一个下跌的可能性 但是本周的一根大的 阳线的上涨 就把之前的这个下跌的 可能性呢 给它打掉 所以之后也许市场呢 还会有一周 甚至更多的一个涨幅 但是 sell in may go away 这个事儿 我们还是要做关注 只是标普呢 仍然在这个 它的周线月线的阻地线上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 我们在这里呢 要稍微关注一下 标普呢 在3000点附近啊 它会怎么样去做这个动作 虽然说本周的这个情况呢 把市场呢 往上推了很多 指数呢 也还是在之后呢 会有大概率的上行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注意 反弹已经逐渐的开始 这个力度转弱 个股轮动的情况 更加明显 这个时候 很多个股呢 我们就不要在这里 去做追高的动作了 了解 非常了解 非常清楚 威尔老师就是提醒大家 3000点值日可待 即将会要到来 但是呢 很重要 最后提到的 这个反弹 开始疲软了 各位投资人 也要小心 不要再追高 这个上涨行情 非常谢谢威尔老师 今天带来我们的 一周这个盘式的解析 待会呢 在我们接下来的 每股龙虎榜的节目当中呢 威尔老师还会跟大家来 预测一下下周 他的看涨还是看点 以及看好的个股 谢谢威尔老师 继续是CIX 每周华尔街 我们的每股龙虎榜单元 我是主持人 Nanel 在每股龙虎榜单元呢 我们会为大家来整理 而且来回顾 来扫描 我们一周呢 四大天王 博恩老师 Jason老师 威尔老师 和博恩老师 他们这一周四个人的 一个交易的表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他们这一周 周交易的一个排行榜 当当当公布 这星期呢 周交易的排行榜 冠军是Jason老师 他以小小小幅的 这个盈利呢 是登上四人的一个冠军 那威尔老师呢 本周呢 因为浮动的这个收益的 一个影响呢 目前呢 是-10%左右 那么接下来看到 这个周排 总的一个排行榜 总的排行榜 是从今年2020年的1月份开始 到今天为止呢 所有老师整个交易的一个 累积的一个收益排行 我们看到呢 哇 Jason老师呢 这本周创位成功 赢了汪老师 拿下了现在的 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冠军 Jason老师 目前那个累积的 这个总收益来到 117% 依然是安100 稳坐了收益 100%的一个冠军 宝座非常久的一个位置 那温老师呢 本周因为他的这个 周收益跌了 因此呢 他是第一次首次呢 突破收益在100%以下 温老师现在收益是 95%左右 那另外就是 Bron老师跟 Wayne老师这边加加油 那这边呢 特别针对 温老师的地方呢 每一次都有很多的 观众朋友 还有投资人 有很多的疑问 那时候因为温老师 他的这个投资组合 比较复杂 大家觉得说 会不会是不公平啊 或是什么问题 事实上呢 那么每一次呢 在结算的时候 都是根据 把温老师的总成绩呢 剔除掉他长线投资的 最大一步收益 那因此呢 是其实是根据他 这三种投资组合 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构 给大家来看 温老师的三个投资组合呢 分别是3000元 针对小散户的小账户 还有呢 是做齐全的这个账户 以及另外一个呢 是专门做低价股炒短线的一个组合 这边通过这三个不同的组合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目前3000元这边是小幅亏损 而温老师主要是靠齐全这边 他的获利是55% 另外呢 他低价股组合呢 整个这个收益 有14%左右 所以这是三种组合组 除了温老师 现在是整个他的这个收益 那另外他的长线投资的部分呢 这边我们一直来都是没有计算进去 想知道温老师长线投资组合的详细内容呢 一样可以呢 锁定我们中文投资 上YouTube频道 还有播打我们的客服 加温老师微信 这边呢 他长线投资的组合的收益 是非常非常可观 这部分我们并没有加进去 那这边来 大家来看到一下温老师 一直以来从1月份 1月9号开始 他的本金是3000元 开始一路呢 他的这个收益的曲线 然后到目前4月5月呢 稍微小幅的回落 大家可以看到 从1月到3月 温老师整个收益 是用爆发式的起飞 从3000元到3月底的时候 最高来到突破8万元美金 真的他本金3000 赚到超过8万元 但是在4月和5月呢 稍微是回落了22% 但是他的整体的收益呢 仍然是超过了20倍 绝对是跑赢了 今年整个标普和大凡 和许许多多的ETF的组合 这边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 给大家看到 温老师整个收益的 这个曲线图 接到目前为止 5月7号的时候 温老师总收益 还有62,191块钱 超过6万多元的一个收益 本金3000元扣掉之后 温老师净赚了59,000元左右 这边是详细给大家看到 温老师的整个投资组合 还有他的收益的一个曲线 那我们这边呢 上周呢 四位老师都对市场盘式 做出了一个预测 那么本周他们呢 依然是对盘式 有进行了一个下周的一个展望 这边可以看到 温老师跟JS老师下周看涨 而Bron老师和温老师是看跌 那Bron老师呢 依旧是看好了TVIX 我们要来听听看老师们来怎么谈 特别是他们上周呢 四个人全部都看跌 结果呢大盘出乎大家意料 一直四个人全猜错 老师这边呢 也会四个人 这边会来分别跟大家 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他们的看法 以及对下周的解读 各位美中华尔街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Warren 那么对于下周的股市呢 我是看好 原因在于说 随着波音 苹果和迪士尼 逐渐在下周开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三大蓝筹呢 特别是道琼的蓝筹呢 出现了一个更猛的上升的市仇 QQQ 也就是纳斯达克100呢 它现在的市值呢 已经是海外全球市场的合并 加起来一个市值 可以看到呢 它去填补了2月27号的 应该说2月25号的 2月24号的这个缺口 今天已经冲过了 所以未来呢将可能来到这个231或者229这个点位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口 它去弥补了这个缺口 虽然短期会有调整的可能 但是现在的走势非常非常Bullish 在个股方面 我推荐有杠杆带有杠杆的TQQQ TQQQ 我把它作为一个下周的看好股 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ason 下周的话呢 我看涨大盘 看好的个股呢 是试剂和股票 CODX 嗨大家好 我是Brian 那下个周呢 我还是维持一个看空的一个观点 然后我还是维持一个看多TYX的一个选项 因为你看空大盘嘛 所以你没有什么个股值得去推敲 我们不可能在看空大盘的同时 还要去选择向上去做多某一些的个股 这个思路是不正确的 那我还是维持一个看空的观点 那我们如果以波浪理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是B浪还没有走完 那因为B浪 因为没有突破到前期的这个高点嘛 所以我们期待C浪 随时都可以向下出现一个回调 虽然上个周其他四位老师呢 都是 其他三位老师都是一个看跌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们马上到了星期一 大盘一个低开高走之后 已经全部都转为一个向上做多的一个观点了 只有我还在坚持这个看空的一个观点 还是那个问题 我看空的呢 不是说所谓的波浪理论的C浪下跌 也不是看的所谓的技术形态上的一个回调 而是对整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悲观 那当然现在的K线形态上 虽然没有出现任何回调的信号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当C浪来临的时候 或者是当这个回调来临的时候 它是不会给你任何信号的 包括近期的中美贸易谈判 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爆点 那下个周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市场的时候 下个周 大盘 它很有技术形态上 虽然没有任何回调的信号 但是上涨的空间已经乏力了 在整个上行通道的上面的话 它已经非常接近上行通道的上沿边的位置了 还是向下的回调空间 大于上涨的空间 好 那这是我下周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周文投作的 孙心师傅有 本周呢 我们看到市场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动作 尤其是在这个周五中的飞龙约约数据 虽然表现的很差 这个世界人数的超过了2000万人 但是市场呢 已经有了预期 并且认为呢 这个最坏的时间点呢 可能已经过去了 所以反而呢 在周五的市场呢 还出现了一个强势上攻动作 这样的话呢 就直接打上上周的这个自己的脸 就是本来我预估的上周呢 跟技术走势应该会有一个回调 但是本周的话呢 由于这个金融股的强势托盘 再加上飞龙约数据的这样一个称不上利好的利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标普的回升到的2900年整数关口上方 那下周的话呢 结合本周的市场消息来看 下周呢 美国方面呢 可能会给出中国关于第一季度的这个 尤其是第一阶段的 它的这个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 那么在这呢 会给市场呢 带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变数 因此的话呢 对于下周呢 我是呈现一个看跌的态势 我认为下周呢 市场呢 会有个小幅度下挫 但是标普啊 下挫的幅度呢 可能不会太大 基本上在2800点 或者2750点附近的位置呢 就会获得支撑 并形成一个四浪调整之后 五浪进一步上攻的态势 因此的话呢 就是虽然说我下周预测看跌 但是目前的这个反弹格局 我认为呢 暂时呢 还不会结束 那么由于下周呢 这个市场预测 这个我自己预测看跌 再加上本周金融股呢 在周五呢 冲高回落 那么我就选择了三倍看跌 金融股板块的FAZ 作为我选择的个股 那么下周的话呢 我们这个要以标普的2950点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分水领 如果标普能够占了2950点以上 那估计呢 市场就还会进一步的上行 那那样的话呢 就是从操作上讲 我可能呢 还会去选择做多 因此的话呢 对于下周的这个走势呢 我们呢 也是要密切关注 市场在这个目前位置上的方向选择 继续是CIX美洲华 今天我们压轴单元 红白对抗赛 我是主持人La Neo 那本周呢 要来跟大家揭晓 究竟是温老师的红队 Crazy老王Crazy数钱 赢了还是白对 美股VIP 由Jason Will和Brand 组成的三人组赢了呢 答应揭晓 是白对本周获胜 其实呢 本周白对三人组 他们的获利呢 平均起来是 稍稍微一点点的一个跌幅 大概是0.7左右 但是呢 温老师呢 本周跌幅比较深 是大概-10%的一个收益率 因此呢 白对本周获胜了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四位老师的一个预测准确度 事实上呢 上周四位老师都把大盘认为是会看跌 就大盘是涨的 因此四个人都预测错误 但是我们这个呢 整体的历史预测准确率 是从我们整个节目开播以来 这么三个月以来 整个的预测的准确度的一个比分 因此呢 整体来看 因为汪老师呢 前几周一直永远都是赢的 所以呢 目前汪老师就算有时候出现小失误 还是稳稳的坐上冠军宝座 他的预测准确度是58% 另外老师呢 大概在20和30%的这个幅度当中 那另外呢 我们最后看到上周预测最准的一个人 等等呢 恭喜Will老师 他预测看好的NUGT呢 本周大涨了9% 因此呢 事实上本周老师们看好的这些股票 只有Will的这支个股 NUGT是赢的 因此呢Will老师本周 要来代表白队分享获胜感言 也要来谈谈他预测超准的NUGT 这一支黄金股 我们来听听看Will老师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那么本周的话呢 我自己预测这个个股的NUGT 获得了这个胜利 那么基本上是有将近10%的 这样一个涨幅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目前对于这个NUGT 这次的这个预期 那么我之前啊 预估这个NUGT预期呢 一个是看到了黄金有高位震荡 开始有往上走这样的趋势 黄金呢之后呢要挑战1750点 这样的话呢是构成了 我自己呢去看涨UGT的一个基础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黄金矿股呢 开始有蠢蠢欲动 尤其是本周呢很多黄金矿股呢 会发布自己的业绩 那么综合这个过去的一个季度的黄金的表现来看 黄金矿股的业绩呢不会太差 虽然说本周的一部分黄金矿股像NEM 它的业绩表现实际上呢虽然很强 但是没有比这个市场预期更好 股价呢一度还出现了回落 但是大部分的黄金矿股呢都还是呈现了一个向上推进的态势 尤其是在市场已经知道了 这个四月份的飞行纪据数据呢 可能不会太好 向下对于黄金的避险需求呢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提振的一个动力 因此的话呢 本周上呢 AUGT呢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上涨 而且呢 这个大盘虽然说大盘没有下跌 AUGT呢依然发挥了自身的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避险回避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了 就是虽然说我本周看涨AUGT 但下周呢我就已经暂时要稍微放下 因为AUGT这一块短线上在技术层面上呢 75美元附近有阻地 另外一个黄金由于遇阻1750 那么下周呢 是不是能够借助中美之间的这个有可能摩擦消息形成突破 我不能确认 而且那个时候呢 一旦大盘下错的话 可能反而呢 对AUGT呢有负面的影响 因此在这个本周的市场 就是在下周市场里头呢 就是我可能呢会暂时呢 把AUGT的放下 这个之后呢 我们寻找这个日内的 日内或者短线的丑度机会呢 可以继续进场 而且呢 我认为这一波AUGT呢 从大波段上来讲的话 是有可能冲击100美元 那么分析师的话呢 通过红白战队这次对战呢 本周的分析师呢 也是获得了这个胜利 那么这边的话呢 Jason老师通过自己的这个精选的两只 现在还没有平三个股票 实际上是配合大盘涨势呢 获得了这个成功 我自己所选择的一部分 这个能源股材料股呢 也是配合大盘本周的这个上行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走势 另外的话呢 我长线布局的能源 随着本周整个能源市场的这个反弹啊 尤其是这个油价的连长五天 这样一个反弹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上攻过程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是这个让分析师呢 在本周的获得了 分析师团队的获得比较好的收益 但是呢 由于这个市场现在走势没有定啊 整个分析师团队呢 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空头仓位 去为整个多头仓位的去进行对冲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 由于标普之后 在这个2950点下方都还有可能去做这个回测 而且呢 现在的这个指数的这个上攻的力度呢 已经开始越来越弱 肉眼可见的 可以看到通过板块轮动 个股的轮动带盘迹象的特别明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市场呢 有可能就是在我们完全没有这个预知 预照情况下就会突然出现下挫 因此呢 我们手里头保留一部分空仓的对冲 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而且对冲的这个产品呢 比如说像SQQ SBXS 这些指数反向ETF 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工具 目前的话呢 也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 现在呢 整个市场的狂行指数 VX呢 还在30附近 依然是处于极度苦慌状态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市场走到现在了 有反弹了这么长时间 就认为市场呢 已经摆脱了这个熊市的这个节奏 这个呢 还是不可以 我们现在还是处在 事实上处在一个高波动的熊市空中中 一定要加强对风险的意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一次的这个总结 谢谢大家收看 以上就是本周 带大家精彩的CIX每周华尔街 我们下周五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